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很正宗 好久都没有吃到家乡的味道了 你也吃一点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鸡蛋饼 一根青葱洗净切碎 拿一个大碗 里边放100克面粉 加入两颗鸡蛋 撒入一小撮盐 再分两次 加入200毫升的水 开始搅拌 这时面糊中会有一些小面疙瘩 用小勺子将面疙瘩都弄碎 继续搅拌到面糊丝滑均匀 然后放入一开始切好的葱丝 下一步,中火加热平底锅 放一小勺油 当油开始冒气泡时 用汤勺将面糊舀到锅中 面糊的表面变成固态 并且开始冒气泡时 就可以翻面了 当另一面也开始冒泡 变成浅棕色时 鸡蛋饼就烤好了 把鸡蛋饼像切披萨一样 切成等大的几份就可以使用了 希望大家喜欢并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